N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瑪麗人對上法蘭克人 那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我們先稍微來講一下這個文明 瑪麗人最大的特色是三層金礦效果 金礦可以持續30% 這個效果是指說 這塊金礦總共有5600 那他會再多30% 那要怎麼多出30%呢 就是利用瑪麗的村民去挖礦 那5600挖到後面可能會變成6000多 大概6000多 快要7000之類的 5600的30%是多少 大概是 對啦大概6000多 快7000這樣子 應該是差不多的 好 那瑪麗人這邊是選擇了高速棒棒開局 這個是什麼 怎麼有棒棒出門了 哇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 前線的這個特殊打法 這個很特殊 怎麼死一人口啊 就暗時輸入了一隻棒棒 然後加上一隻石頭就出門了 這個是有別於 其他的棒棒戰術打法 好 這邊棒棒想要往前 那那那我看他這邊應該是路沒有趕完吧 就是路 哇 這個連鵝都沒有探完然後就直接出門 路還有一隻沒有趕 果然出門時間騙得非常非常早 騙別的龍可能是想要練一些新戰術喔 嘗試一些新的打法 好 這邊趕路 看到對手還在趕 這邊要不要卡一下對方路 那瑪這邊決定不理對方刺頭還是繼續 這邊這個棒棒想要躲過 右的刺口的視野 這邊有一個小心翼翼的一個細節 哈哈哈哈 好 這邊爆打一波 卡一下 哇 直接收掉 因為這個時期是還沒有織布技術的喔 好 這邊織布也好了應該可以打 這邊棒棒有點卡住刺頭的位置 走位一下應該可以再收掉一隻 哇 雖然可以收掉兩隻村民 但是自己的棒棒跟撤毀大家進去 那你們說這樣賺嗎 我覺得賺爛啦 哈哈哈哈 哇 這個時間點開局六分鐘 直接被收掉兩村 這個感覺不太妙 這個不妙 MBL喔 這個戰術感覺打得還不錯 確實有抓到對方的織布還沒有好的時機點喔 去抓到村民 這真的是蠻賺的 這真的是蠻賺的 那如果瑪莉前期要這樣打的話 那他這個時期喔 我們要把那麼快上封建時代喔 那現在會有個時代差的一個問題出現喔 那待會MBL這裡要怎麼防守是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邊應該 在右喔 會是打一個極限刺猴 那他其實要防守的話很簡單喔 就是伐木區圍一圍 果區也圍一圍 就差不多了 那後方這些黃金其實也沒開過啊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就算開個伐木也是稍微圍一下就好 所以實質上喔 雖然時代時間上是輸的喔 但其實也不太影響 他要到封建時代的被騷擾的一個問題 那我是認為MBL應該不會這麼傻喔 直接被對方一個極限刺猴騷擾到 稍微加速一下 最近給我的風格有點 越來越偏極限打法的感覺 就是 他的上封建時代時間不像是那種標準的 什麼19P啊 或是10P之類的 他都直接打一個超極限 16P 17P上封建時代這種東西喔 這個真的是 以現在META來說 越來越快速了 因為你只要升時代越早 好 其實是越難防守的一件事情 好 瑪麗這邊直接按槍兵過來防守 連圍都不想圍 好 這邊派一隻槍兵 下面也派一隻 那看來是要打赤猴大戰了嗎 那如果是要打赤猴大戰的話 瑪麗這邊的赤猴可能會稍微劣勢喔 因為畢竟對方是法蘭克人 一開始就這20%的血量加成 54滴血 其實蠻坦的 好 這邊槍兵過來 可以戳得到嗎 也沒辦法 兩邊都有槍兵在做一個巡邏動作 又看到對方出槍兵的情況下 可能不會按太多的刺猴 按到4到5隻喔 就應該是極限了 反而是MBL 這邊可能會再多按點刺猴 去做一個騷擾進攻的打法 這邊村民反打一下 槍兵過來解救 這個村民怎麼被勾走了 這邊鵝 哇 這裡居然看到還有鵝 可以幹走 剛剛MBL沒有看到的鵝 現在被又拿了回去 回家吃鵝肉了 但這個鵝應該也不會吃了吧 都已經上到了 封箭時代了 封箭時代通常都不會再吃了 直接撒農田 經濟效率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是自然資源 免錢人就是比較香 對吧 哇這隻村民應該是沒了 倒 哇直接倒個一村 目前是2比1的一個戰局 這邊可能有在收一村嗎 但是三隻槍兵在後面跟著 所以刺猴的血量非常非常殘 哇這邊戳到一下 哇很賺 後方這邊刺猴也是在後方繞 但是被對手又戳到了一槍 又的防守方式也是用槍兵去防守的 好這邊再戳死一隻 哇這邊直接換掉 這邊下方這邊再圍 圍著果子的關係 所以第一時間沒有碰好 收掉了自己的刺猴 呃對方 又這邊也是很努力在騷擾 這邊騷擾打了 哇直接抓掉殘血村民 又再換一村 目前的戰績是 瑪麗這邊是拿了三村 但是自己死了四村喔 有點虧喔 呃 村民樹剛好被打平 目前散四村對上散三村 散三村 瑪麗本來前期有兩村的優勢喔 但現在漸漸變得沒有優勢了 哇這個真的有點尷尬 本來前期那麼多優勢 現在變得沒有優勢了 好 呃 目前啊 又是決定要把自己 家裡圍起來 這邊有個洞 馬上急速 這邊動更多 槍兵可以直接出去戳一下 也沒問題 OK 那看起來 空間時代就是這樣子了 好 那家裡圍死之後 把所有的槍兵往外派 那右這邊是一隻刺猴沒有再繼續出了 先刪到城堡時代 應該是帶回來爆騎士了 他這個圍法有點 有點神奇喔 有點這種橢圓形的圍法 沒有辦法 他這個地形確實有點難圍喔 不然就是這邊要圍到底 但是 有人說阿那為什麼不圍到底 那因為 他現在沒有刺口的主動權 你沒有視野的情況下 去圍外面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所以他沒有主動權的時候 就只能這樣子圍一個橢圓形 等到真的有主動權的時候 再去嘗試圍大一點 會比較好 好 又這邊補下了自己的TC 還有按下兩隻騎士的生產 下方這邊也開下了TC喔 OK 3TC開農 現在又有這個時代上的一個優勢喔 好 這邊出來開TC 還不忘要把這邊洞補起來 好 這邊第一時間把騎士往外派 但是其實MBLO 正面也是 蓋蠻厚重的 那個房子都堵住 可以撐蠻久的時間 馬力這邊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那馬力的槍兵還有一個特色喔 就是他每生一個時代喔 復兵的遠方都會加1 所以其實蠻抗箭矢 好 槍兵出來 那馬力打的有點 算是偏經濟了 就應該不會想要直接跟他打一個城堡時代 好 城堡實在還是偏防守為居度喔 像我們之前的影片也一直講 馬力是一個偏後期的文明 他的中期跟前期喔 其實並沒有那麼強勢喔 他的後期他的優勢才會繼續完全擴大下去 來 是否能收掉嗎 沒有收掉已經可惜 還被招走一直駱駝 哇 尷尬 好 槍兵直接往前 勝率拿著聖物想要跑 得罪了方丈還想跑 哈哈哈 跑不掉了 後面的三驢趕快來撿生物喔 生物趕快撿一撿 撿回家 好 那目前修召院 感覺位置喔 是離 馬力是有點優勢的 所以可能被招走一隻 結果槍兵全部去戳生驢是什麼意思 戳得掉嗎 戳得掉 他為什麼不 欸 他這裡 哇 他這裡居然要來打強軍士了耶 喔 直接前線蓋傷 修道院 然後一個BK 那這時候有人說 欸這個要怎麼打 那其實法蘭克人喔 現在最好的解法 就是直接生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跟對方互戳 然後直接轉一些頭車 跟對方互打一下 其實就差不多了 因為現在右的一個打法 會比較麻煩一點是 因為他是法蘭克 要轉弓兵路線不太好轉 轉槍兵直接跟對方硬戳喔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這邊馬凱也沒有生 現在可以把所有的資源 生給步兵了 那右這邊直接全部爆裝甲 不是裝甲 爆這個重裝長槍兵 加點頭車 或是奴炮 去做防守 其實效果就很好擋了 這時候法蘭克 千萬不能再出這個馬舊單位了 其實你要出輕騎兵也可以啦 但是輕騎兵的話 我覺得不太適合 主要是因為你現在要投資大量肉 在這個TC上的村民運轉上 等一下去玩長槍兵喔 其實沒有足夠肉去讓人生輕騎兵的 雖然輕騎兵是可以counter對方的一個 生侶 但其實對手防守的話 駱駝加上長槍兵喔 你的輕騎兵也是不太好抓到對方的一個 生侶的位置 所以最好的方式喔 還是爆大量長槍兵喔 再加上自己少量的投射 去跟對方互換 就差不多了 這個要自低駱駝嗎 不低 好 打個一發 唉唷 換掉了 哇 結果又這邊前期的優勢慢慢減少 會不會補更多嗎 有 均勻補更多 好 那個就是我說的 比較常見的解這個打法的戰術喔 抓掉了 哇 果然抓掉了 但中間這個生侶 卡在這個投車位置有點尷尬 OK 最後還是收的掉 應該還可以再換掉一台投車喔 哇 那個四隻輕騎兵換掉這麼多單位 等賺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正面長槍兵上前硬戳的時間喔 火車要針對對方的生侶喔 跟對方投車 會比較好 好 上前硬戳 直接砸掉兩隻生侶 長槍兵還在戳 換掉 哇 這一波反打得非常漂亮 又這邊的打法完完全全 就是用標準化的流程打法 直接換裝對手 那瑪莉這邊還想要轉弓兵 這時候轉弓兵其實依依不太大了 我覺得不用轉弓兵了啦 這邊轉弓兵可能還會被投車砸爛 好 那這個就是比較標準喔 抗傷修道院跟投車的長槍兵的戰術打法 但我覺得這裡還有一個細節喔 結果這邊會這麼順利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他剛剛那四隻輕騎兵喔 有抓到後方那兩隻生侶喔 讓他的戰線喔 會比較好扛一點 因為像這種長槍兵互戳的情況下 很容易會被對方的生侶給拿回來喔 這個補血似乎過快喔 導致你的長槍兵戰線喔 一直戳不進去喔 好 這也是剛剛這個打法的一個細節喔 因為我若是沒有收到那兩隻生侶喔 或一直投車的關係喔 那這個戰況可能會完完全不同 好 這邊工兵果然沒有繼續出了 那瑪麗的工兵路線也是偏爛的喔 因為他只有二級士而已 好 但是這邊還蠻順利的喔 點到地獄時代 瑪麗升到地獄時代 這邊是要直接轉奴兵嗎 轉奴兵怪怪的耶 他還是要堅持轉奴兵喔 化學點了 還是要出火炮 可是他這邊蓋設計場很明顯就是要出奴兵 不會出這個什麼戰錨之類的 還是他正殺恩戰錨 可是戰錨打支撫兵 其實也是有傷害喔 恩...是有點微妙 出戰錨的話好像也不錯喔 他直接出火槍啊 對喔 我忘記化學可以出火槍 我想要你出奴兵 不太適合吧 出戰錨 可是人家有三防其實也打不下去 出火槍的話那就沒問題 沒事沒事 我忘記還有火槍這個選項 好 但是這邊支撫兵 其實蠻康的對方步兵的 好 火槍兵這邊反擊一下 火槍射個一波 可以順利收掉 哇我真的覺得 這一場很值得看耶 又剛剛這一波解的很漂亮 但是瑪莉這邊第一時間轉去火炮跟火槍 讓他的戰局又馬上推回去 因為他現在出的單位是完全他 counter他剛剛出的單位 這些戰術真的是 敢...敢投身獸耶 因為這些戰術其實是很難解的 尤其是我們這種1600分的玩家 或是大家在剛練CD5的時候 你只要遇到1300分 你打這個戰術的時候 其實很難擋得下來 那瑪莉這邊解的很漂亮之外 瑪莉這邊反制 NBL的反制也是相當快速 他也沒有擱置住自己的 開明點 就是他這個時間點 該做什麼事情 他完全知道 所以沒有浪費太多的時間 轉出可以針對的單位 所以第一時間可以完全 counter法蘭克這邊的一個 軍事單位 那如果現在法蘭克要解到這些單位的話 其實也不好解 你現在出遊俠 後面有長長兵 而且對方待會瑪莉 飆悍精神入口也出來 你遊俠投資太多 其實也很容易打輸 那最好方式就是 自己也出火槍跟火套 去跟對方換 就變成現代化部隊的打法 那刺激 自己在轉出遊俠 或者是轉出輕奇兵 去後面 當個漏盾打 會更好一點 那第一時間點 這邊還是要轉火 強圖火炮 去做克制會好一些 這是法蘭克現在細講 但是現在我剛剛說 就是因為NBL 現在有這個 timing點的關係 第一時間轉出這些單位 所以導致右這邊 雖然也是打同樣戰法 但是很容易會被對方壓制住 那這邊又打得很不錯的地方 是這邊直接深插一個城堡 又來直接後入式 MBL後方經濟 那後方經濟其實蠻遼闊的 這邊還有一盤木頭 還蠻賺的 好 這邊直接升個大衝車 大衝車的用意是 想要來吸火槍的傷害 但是我覺得可能不太好 有可能是要前線 直接開衝車硬頂 這邊可能要再蓋BK 讓衝車再更強大一點 好 那現在又能守得下來正面嗎 對方現在有五台火炮的一個 壓制力 這邊不能往後走 這個一往後走 就要吃火炮了 中了 我就知道 這個一定中 這個彈道看起來就是中了 哇很痛 速拆PC 好這邊巨頭開拆 壓力慢慢回到瑪麗身上 又這邊最好打法 這邊可能城堡再補一棟 這裡再補一棟城堡 千萬不能讓他燒得到這些農田區 雖然上面已經破洞了 但這邊後方其實有更多經濟要防守 這邊差一個城堡其實不錯的選擇 但現在城堡又很容易 會對方的火炮給拆掉 但其實對方的火槍數量一少 自己的馬就可以登場了 那其實右現在也是有足夠的經濟實力 可以轉出大量的馬 這邊果然要轉遊俠 那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開明點 要把對方的單位稍微削弱一些之後 火槍才可以出來 那瑪麗MBL這邊可能意識到 前方這邊其實馬出來就很輕鬆解掉 這邊也轉出一些火槍兵 這個意識是非常充足的 好但是也沒有繼續再深入進去 只有拆了一個TG之後 這邊進攻有點緩慢了下來 城堡蓋在更後方的位置 這邊再偷右的一個聖物了 哇這個火炮砸掉非常多的火槍兵 這個火炮難解難分 好優雅補下騎士精神 鐵台甲 好三弓再補一下 直接轉出優雅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面農田再灑多一點就好了 待會馬舅這裡再補個兩三棟 應該就差不多了 畢竟有這個騎士精神 騎士精神的話可以讓法蘭克的騎兵 馬舅單位生產速度 增加100%的速度 待會可能甚至也不用遊俠 大量輕騎兵混血遊俠 直接上面硬A 這波砸得不錯 翻掉兩隻火槍兵 那後方的火槍已經還在亂砸了 這個城堡絕對守不住 這個這麼多的火炮 八台火炮 這邊可以賣一點木頭 把一些遊俠出來 現在很窮阿 要按遊俠很沒有錢 那遊俠要從哪一產呢 哇遊俠也不救家裡阿 直接往對方家裡衝 這邊看到遊俠其實有點害怕 但其實對MBL的好消息是 正面的話他就可以繼續推進了 他其實也沒那麼害怕這邊進攻的路線 他就繼續往前了 他知道遊俠不會從正面出現了 這裡就可以進行的往前了 然後他這邊害怕 是害怕對方遊俠不知道會從哪裡蹦出來 所以才一直在這邊打農田 打一些建築物 但是如果他現在知道 對方遊俠是往自己家裡衝的話 那他這邊就可以進行的往前了 開始繼續踩 像這樣子 但是還是要過擊對方的火炮 好這邊火炮反制其實打得不錯 遊俠進來砍個一波 常常兵在家裡防守 火槍進來 開射 火炮差點被砸光 唉唷 這邊又控的很好 這要是我找到送光 唉但是來了來了來了 關鍵的遊俠過來回救 凡克又這邊能擋嗎 但是這邊火槍數量其實聚集的蠻多的 這邊要搭配火槍的cover 才有可能擋得贏 好收掉一台火炮 第二台能收掉嗎 其實數量不夠多 再換個一台 四遊俠換兩火炮 蠻賺的 稍微換掉一點 但火槍傷害很高 射這個遊俠傷害是不錯的 那現在沒有黃金的 又待會要怎麼繼續做進攻呢 臭敏直接出來修理 想要拖延一下時間 這邊臭敏在找礦挖 但完全找不到 結果直接來挖對手的黃金 太狠了這個男人 這個遊俠數量有點多 現在這些遊俠數量應該是可以直接吃掉這些火槍兵 但是要在對方的長兵過來之前 趕快處理掉 俄爾斯又有最後希望了 火槍過來 第一時間可以做包抄 應該沒有問題 火炮在上面也想要換 遊俠直接後面開始輸出 在這邊火槍走位 好那火炮可以稍微預判一下火槍的位置 但是這邊火炮第一時間還是跟對方的火炮做一個互打動作 先放火炮比較重要 好火槍不空了 直接遠地站 直接被遊俠全部收光 漂亮 又這一波收得非常完美 後翻過來 支援的長江兵也沒什麼太大意義了 這邊一過來也會被火槍射光 下水餃當中 好那又開始把自己經濟補了回來 好坦克這邊插一棟城堡 想要把這個金礦也拿回來 最近自己有生成金礦的效果 黃金會比較多一點 這邊能拿下這塊黃金的話 可以讓它再吃至少3000多黃金喔 有這3000多黃金的加持 我覺得瑪麗還是蠻有機會的喔 但這邊要趕快補下這個彪悍精神喔 還有馬的科技的升級 他這個連靈開甲都沒有點下 馬卡也頗爛 總結這塊金要是能被幼拿回來 遊俠的數量會大幅激增喔 這樣換成幼的完全主動拳了 哇這邊遊俠直接貼的過來 重裝駱駝還沒有升級好 駱駝這時候扛可能會打輸 而且沒有防禦的關係 駱駝被砍實在是有夠控 還不是重裝駱駝 完蛋 但是這邊要硬打了 4秒2秒1秒 OK重重駱駝一號 只剩下一隻駱駝 用著大量的城堡的傷害 好只剩下一隻 哇現在MBL 奇蹟有點慘 現在工坊有點男生上去 這塊金晃也沒辦法拿回來 但我覺得這跟城堡可以再差 這跟下面一點 但是他這邊可能是想要毒口 所以才這樣打 好那大家都說 為什麼這個長兵要在這邊防守 不上去就剛剛那一頭 因為他這邊在反差對方城堡 一定要長兵過來防守 不然這個會有點擺給巨型頭司機 巨頭異動要兩百塊 很貴的 好但是對方直接硬拆 還是可以拆掉 尷尬了 好黃金拿回來 又直接經濟起飛 點下三房 這邊要來稍微剩一下長香兵 可能還要點一下集兵吧 然後這邊感覺在存集兵的這個經濟了 六百黃金可以點這個集兵升級 還有三百肉 那我覺得這邊就去除遊俠就好 其實也不用升到大級兵 但我覺得升大級兵的好處是 大家會擋對方弱鎖 有這個 那個叫什麼 彪悍精神 精好了之後 用遊俠檔其實是很難打 所以這邊轉級兵其實好像也不錯 我覺得 那又有的現在打法 慢慢轉火槍 跟長香兵出來 果然補下了集兵的升級 哇 飆悍精神駱駝 非常棘手 火槍雖然可以甩槍 但是駱駝的傷害直接多4攻 7加714攻的傷害 跟一般騎士傷害其實沒什麼兩樣 好 本來又家裡一片寮集 現在開始把自己家裡的莊園 這些模仿附近的農田慢慢補了回來 經濟開始好了起來了 反觀是MBL 這邊經濟有點尷尬 有點起不太來 村民只有100多村 下方這邊黃金換 可能要更多村民去挖 趕快多挖點黃金 哇這場真是反制你的反制你的反制你的反制 打得非常的漂亮 好 雖然瑪麗最後表漢精神也好了 但是三反還沒有好 那待會這些集兵要怎麼解 對瑪麗人來說會比較麻煩一些 因為瑪麗護兵單位是有三攻的 說長香兵對方集兵打會比較難打 所以最好打法還是出火槍 去跟對方互設 可能現在需要時間的是MBL 又會給他這麼多時間嗎 哇 又的經濟起飛了 兩千多 那邊狂按遊俠也沒問題 但他現在不按遊俠的原因是 因為對方落頭太多了 暗態度遊俠可能會顯得被動 甚至可能會被逆轉回去 這邊存一點資源 看對方的一個打法 再決定後期到底要打什麼 確實會對瑪麗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早想一下火槍繼續射 洗衣兵適量不夠多 這邊可能會被直接換完 因為駱駝傷害實在太高 這邊打爆速度非常快速 哇瑪麗 MBL這一波反打非常nice 打得非常漂亮 看著對方的長兵不多的情況 直接上前A 哇本來想要上前再買一棟城堡 插他臉上 結果也沒機會了 他可能是要插這個位置 因為這裡還有金礦 這裡金礦拿下來的話 對瑪麗來說很賺 對法恩克很賺 好但是瑪麗的生存金礦效果 導致他家裡的礦局一直沒有挖完 總共還有3000多黃金喔 再加上30%這個效果 至少他後期喔 這些黃金挖完了 還可以挖到4000多黃金 好看起來遊俠數量慢慢起來 現在這邊依舊還是想要會掠奪這塊金礦 哇這塊金晃被守住 很尷尬 火炮現在也沒有 好現在進攻路線為下方 那這塊金晃能拿出來對法蘭克人來說是 最後一根救命到場 因為法蘭克人其實沒什麼太多經濟了 哇這波火槍送的有點關鍵啊 尷尬火槍直接被引過去 這些火槍是拿來射這些疾病的 關鍵之一的單位 現在沒有這個火槍帶回疾病貼上來還是很難場 鐵亮兩邊開始鋪打 但是這邊駱駝數量很明顯不夠 法蘭克遊俠192 遊俠直接咽了上來 MBA囉打出了GG 又的這一波大決戰 中央太平靈抓的還不錯 兩邊先收到一波火槍之後 後面這邊看到單位不多也直接硬扛上去 直接把對方馬力的礦區全部鎖死 導致最後沒有進 沒辦法出其他單位 說長槍兵也打不太贏 對方也是有疾病還有火槍的 所以這邊MBA囉打出了GG 確實又這一波後面打得非常漂亮 但我覺得MBA囉 中期的那波火槍加火炮轉的也是非常漂亮 他有忘掉一個重點 就是他把所有的火槍 不是火槍 所有的重裝長槍兵放在家裡防守 算是比較尷尬的一點 如果他前線一直有長槍兵在跟著這些火槍的話 其實他可以再繼續深入 再讓隊友受傷到更大的程度 結果那一波遊俠一出來之後 沒有長槍兵直接被解掉 所以直接讓MBA囉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打法 直接被抹滅掉 不然那邊是他最有機會獲勝的一個地方 但是他實在太害怕 又有這一波的雙線進攻 把大量長槍兵鎖在家裡 所以讓他的一個進攻 拖緩蠻多的 好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經濟部分 經濟部分法恩克爾這邊經濟是非常好的 那瑪麗的話雖然有生成金礦效果 但是也沒有把所有的黃金挖完 因為法恩克爾這邊給的壓力更是大 讓他的黃金的地方 沒辦法好好的爽挖 到了後期還是被針對 有點可惜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要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最近的影片呢 算是有比較努力的 把這個時間控制在30分鐘左右 因為我發現長時間的影片 大家看的還是比較辛苦一點 好啦 那也是最近的閒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